有看到那邊的人嗎 這是我們今天的吉祥物維尼 現代人受到太多的感官刺激 感官疲乏了 只要不夠刺激的 就無法產生多巴胺 很容易就會覺得無聊 這種警示的內容我們也常看到 我們以為我們自己理解 落實到生活中的時候 就是自己在看東西啊 聽東西的時候 還是會反射性的覺得 不夠刺激的就覺得不夠爽快 我們是不是已經中毒了 然後呢還覺得說不給毒的人 很不OK 我不要讓你們 只對批判性的言論感興趣 然後呢對平淡的生活昏昏欲睡 還是覺得自己非常的批判 好險我現在才35歲 所以呢我應該有好多年 可以慢慢地達到我的目標吧 但我也可能是錯的哦 一年早逝也是有可能的 我接受所有一切的可能性